安倍新闻有点多 聚精贵神 听我说 彪哥续约了 那胡人啊 正式与范德比尔特 签下了四年4800万的合同 平均每年1200万 那本来范德比尔特 还有一年合同呢 但是球队新签了伍德和普利斯 那也担心彪哥的战术地位 所以说佩林卡提前就把他续约了 就是让范德比尔特 可以全力出在新赛季 那佩总休赛期啊 除了施鲁德没留钱 那其他几乎都留钱了 而且几乎都是花小钱办大事 那佩林卡和前几个赛季这比 那感觉前两个赛季 那都跟没上班儿似的 因为前两个赛季啊 对这个对那个都有益 但结果啊 一个都整不来 步行者的希尔德 新赛季将24号球衣 更换成七号球衣 那对此呢 步行者的名速 小奥尼尔呢强力不满 他认为七号球衣啊 除了他之外 那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再出案 而且步行者不推他球衣 那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那步行者这队也 那确实不行了 没钱不说 还没有人情味 但是这个小女儿啊 多少有点起耳怕硬 他退役之后 步罗格登啊 都穿过七号 他偏偏在希尔德 换号后表示不满 这多少啊 有点挑软柿子捏骨了 阿尔德里奇也正式表态 希望加入马斯的教练组 愿意单独训练文版加码 一般马斯的名速退役之后啊 那都会回到马斯 混之混合 阿德巅峰时候 那也挺有实意的 而且他低位进攻技巧 那给班马当导师 那也是绰绰有余 这就等于给班马找了个一对一驾轿 肯定能让班马呀 有很大提升 火箭 那有多位记者已经表态了 小伯特 无论能不能交易出去 那已经告别火箭生涯了 不可能再让他回到火箭 小伯特女友的姐姐 那也再次发声 直言小伯特 差点把他命令给杀了呀 目前来看啊 小伯特呢 就是恶人有恶报 别说他火箭生涯了 就算他N杯生涯呀 那也基本结束了 非吧 也评选出了 世界杯各职球队的最佳球员 中国男篮的最佳 则是由李凯尔成功当选 那李凯尔再设计杯 场均13分 5个篮板 3个助攻 确实有一定实力 但是凯尔的风格啊 不太适合中国男篮 我觉得赵锐的表现 那更适合最佳 赵锐场均13分 3个助攻 敢打敢拼 敢承担责任 那也是中国男篮 唯一一个能跟对手抗衡的球员 那在我心里边啊 那赵锐 那就是这届试一杯 中国男篮最佳球员